首届海峡两岸池府王爷文化续园大会2号在厦门举行 两岸的专家学者与1600多名的民间信仰人士与会 共续两岸民俗信仰志愿 血脉相连志愿 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志愿 本次大会以洋池王民俗文化促两岸融合交流为主题 两岸专家学者与民间信仰人士齐聚一堂 共享盛举 两岸祭司官雷鼓名炮 迎神上香 诵读著文 池王文化不仅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的池府王爷文化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的盛行 它是跟妈祖等同于妈祖的信俗的信仰一样的这么兴盛 透过这次首届的池王文化的这个活动 把台湾的民众再把他们带回来 希望这个融合发展可以让他们知道跟在哪里 两岸本是同根深嘛 不管血言 商言 语言 同言同耸 我们应该要更加的团结才对 人家说主根文化不可以随便破坏 下一步 厦门将发挥桥头堡的作用 不断扩大深化两岸民间基层交流 我们说要探索融合发展新路里面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文化的工作 它一定要有很多具体化的载体 要可操作性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续言大会 就是找到这样的载体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